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之前澳門這裏有個政策,就說只要你上學的話 你裏邊有一個人是確診或陽性 就要全班一齊停貨 現在這個政策是叫做有一個改善的 為什麼呢?10月14日澳門過渡去第二階段 為了平衡防疫需要和學校正常教育活動的進行 教清局就已經向全澳非高等學校發出 有關過渡期的第二階段停貨指引 14日起如果學校出現陽性個案 亦都要以班級單位實施停貨措施 那這個班如果一日之內新增的確診學生 去到4個人或以上 那這個班級當日起計 就會暫停去授課5日的 如這個班前一日新增的確診學生不夠4個人 就只是確診學生不需要回學 其他學生是可以照常上課的 而因為第一個階段 即是十二十三部措施停貨的學生 就可以在停貨那日起計 連續兩日做一個抗原快測 或者核酸檢測 拿到陰性證明之後就可以回學校服貨 而家長亦都可以因應 子女的情況選擇不回學校的 停貨的條件 那學校亦都可以因應 停貨措施去調整這個教學計劃 那現在政府方面 調整了這個學生的政策 那如果你說一日四個的話 那我相信 那整個班級停貨的機會率比較低 那這樣的做法 就符合回現況是很多的 因為接下來 走著這個寬鬆的政策 那估計這個確診數字 是一定會上升的嘛 那如果你說每次一個 就要整班停貨的話 那其實一個班 可能兩個月 都回不到幾多次學的 好啦那今集 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篇留個言咯 我們下集再見咯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咯 拜拜